很拍天啊 我没有办法跟乐手 沟通顺畅 因为他们常常都在 讲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也常常会觉得好像当他们在 即兴的时候我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开始去学习怎么样 用声音来即兴这件事情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 美国加拿大 我都有遇过这样的乐手 他们就是会觉得好像歌手就是没有办法 歌手就是不会即兴 那他们也不想要跟你玩 直到我真的可以很好的掌握即兴的方法 以及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心得 即便他们给我那些 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的态度 我也可以用我的即兴演唱来跟他们在台上battle 身为歌手呢 第一个最注意的事情当然就是 这首歌的旋律 那旋律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在演唱的时候 除了用歌词去唱旋律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试着在 练习即兴的时候 用一个音节的方式去唱这个旋律 我们现在就用一个非常熟能详的爵士歌曲 All of me 来试着做这个练习 All of me Why not take all of me Can't you see I'm no good without you 这个是有歌词的旋律 那我们现在试着只要用一个音节 我们试着用歌手非常常用的一个音节 是 DE DE 这个音去唱这个旋律 使用这个方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嘴巴以及我们的耳朵可以适应当我们在哼唱旋律的时候不去想歌词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当我们在即兴演唱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变成好像是乐器一样 那我们现在再尝试一下我们就是用DE这个音然后去唱 All of me 的旋律 那这次呢我们试着看看可不可以用我们的手弹指的这个声音 那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弹在二试拍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代表说我们的time 很稳 我们的律动也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试着用不一样的音节syllables唱 All of me 的这个旋律的部分 譬如说我们刚刚是用DE 那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着使用不一样的音节譬如说 VA VEVA VEVA 当你用VEVAVEVA这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像是在模仿萨斯丰的声音 以V这个子音来带入我们的All of me 的旋律练习 那他就会变成像是这样 1 2 3 就会不一样的感觉 就会不一样的感觉 很多亚洲的歌手都可能会只用DU或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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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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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比较饶口比较 咬字比较需要比较多力气的音去唱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用一些新的音节去带入我们的歌曲 第三个可以做的练习呢 就是我们尽量在唱即兴演唱的时候我们的气可以一直送 让你的声音好像是可以 Legarde 或者是黏黏黏黏黏的声音 而不是一直断断断的声音 这个是比较断断续续的方式 那这个呢听起来就会比较 那我们就试着试试看一个不一样的方法 就是让它可以 顺顺的然后你的气要记得 帮我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不要让它断掉 这中间我的气都是没有断掉 如果断掉的话就会听起来像是 那个句子的感觉就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再试一个黏黏的 并且用Viva这种声音去 模拟我们Sauce Phone的声音 然后来做一个all of me的 你声即兴演习 那你就会听起来像是这样 今天我跟你分享了三个 去练习即兴演唱的方法 第一个呢是你可以用 DE这个音去带入任何的 爵士标准曲 只是用单一个音节而不是用 歌词这个方式 那第二个呢是你可以去 尝试用不一样的音节去自己实验看看 那我这边建议的是你可以使用 以V这个子音配上不同的母音 产生的音节去模拟 我们Sauce Phone的声音 那第三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试试看 使用黏黏的长长的 去让你的句子可以听起来更 更顺畅 不会这样断断续续的感觉 希望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持续练习 并且可以上我的脸书专页私讯我 那我就会免费分享一个 即兴演唱的练习 以及一些聆听的素材的PDF给你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